当然以前我在咖啡店工作的时候 我会用它 打一满缸奶泡分成好多杯 就比如客人点了三杯Cappuccino 两杯拿铁 那我就可以用它 Cappuccino奶泡分多一些 拿铁 Fly White奶泡分少一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咖啡 那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拉花缸怎么选啊 就是面前这些 所有的那些拉花缸 都是我之前用过的 然后我基本上从业到现在啊 基本上每年都要用好多好多 试用好多拉花缸 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对拉花缸的 这样的一些使用的经验啊 你们在买拉花缸的时候啊 你们要弄清楚这个拉花缸 它是干嘛的 它是打发奶泡的 还是拉花的 或者是它既要打发奶泡 又要拉花的 因为它不同的拉花缸 它其实它的作用啊 还是有限的 就比如猫的这款拉花缸 它就只能打发奶泡 你如果用它做拉花的话 一些图形是OK的 但是另外的图形是不行的 另外呢 就比如这些大容量的拉花缸 这个拉花缸呢 你其实用它打奶泡的话 这不是特别合适的 因为它钢体容量大 打发奶泡的时候呢 它比较浪费牛奶 所以说打发奶泡的时候呢 基本上会用这种容量小的 容易打发的 OK 但是这个问题啊 我们接下来往下讨论 有几个问题大家要思考一下 就是在你买拉花缸的时候啊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是价格 对吧 价格首先我不在意 我买拉花缸 我觉得多少钱我都能接受 只要在1000块钱以下 但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拉花缸 可能都在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之间 我记得我刚从业的时候啊 至少有五六年前了吧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一个同质的拉花缸 那个时候我就花了 好像是四五百块钱买了吧 到现在一直还收藏着 接着呢 可能要考虑容量对吧 就是你要买多大的拉花缸 小号的 还是这种大号的 功能性完全不一样的 是容量的选择 然后还有这个拉花缸的缸嘴的选择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为什么缸嘴很重要 这要选这种宽口的 还是窄口的 还是尖口的 或者是这种贺嘴的 哪种拉花缸的缸口适合你 然后第三是材质的选择 现在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应该都是不锈缸吧 像这种不锈缸的 还有这种不锈缸 加这种克服龙的这种浮层的 这是主流的这样的拉花缸的材质 当然还有这种塑料的 比较小众的 很奇葩的这种 为什么奇葩 等一下跟你们说 然后还有这种瓷的 陶瓷的 好像没有见过玻璃的 基本上都是不锈缸 还有第四就是把手的选择 那把手选择 其实拉花缸的把手啊 没有太多的花样 基本上都是这种 还有这种带点弧度的 另外还有这种的 它没有完全全连接起来的 基本上把手是没有太多 太多的花样的 另外还有这种更奇葩的 这是没有把手拉花缸 当然还有这种把手的 中间加一条杠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讨论 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容量选择 其实容量的大小 是我买拉花缸最想考虑的第一个因素 容量它决定了非常多的问题 首先市面上主流的容量 可能就是从350毫升起 有350毫升比较小的 450毫升的 500毫升的 600毫升的 800毫升 一升 所以说这么多的容量 我们到底怎么选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自己平时做咖啡 用多大的咖啡杯 如果你用的这个咖啡杯 它是200毫升的 这个200毫升以内的 那我建议用350毫升到500毫升之间 这样一个容量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用这个大的拉花缸 去打发奶泡 再去做这个咖啡 再去做拉花的时候 它会浪费很多牛奶 我要在这个拉花缸里边 我要倒这么多的牛奶 再去打发 那它就会非常多 就会浪费掉很多 所以说呢 我建议就用350毫升 450毫升 或者是500毫升 这样的拉花缸 你去打发牛奶 再去做拉花 那它就不会浪费很多牛奶 然后你如果用的300毫升的这个杯子 这个是300毫升的杯子 那你可以用450毫升到600毫升之间的 这样的拉花缸 那这个容量的选择是非常好的 你不会有过多的牛奶的浪费 特别如果你要是在店里边 如果每天浪费很多牛奶的话 其实这是不好的 对不对 我们也要给老板节省成本 然后如果你用的是更大的杯子 你如果用这种大的杯子的话 那用这个小的肯定是满足不了的 你牛奶倒完了之后 它还没做满 所以说大的这个杯子500毫升的 那肯定是要用600毫升到800毫升之间 这样的一个杯形容量 就比如我用600毫升的打发牛奶 直接就可以做拉花 然后也不会去浪费很多牛奶 700毫升的也OK 600毫升700毫升 当然用这个一升的 我是基本上没有怎么见到过 在中国有用一升的这样的拉花缸去打牛奶的 我只见到过一次是在澳洲 澳洲有很多咖啡店 他们会用这种一升的两升的一次打这么多牛奶 然后分成十几杯咖啡来做 澳洲比较奇葩 因为他们咖啡师每天要做好多牛奶咖啡 容量的选择 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你用什么杯形 你用的杯子的杯量是多大的 OK 那接下来讨论一下那个钢嘴 我买拉花缸 我非常在意钢嘴 因为我喜欢做不同的拉花 它不同的钢嘴做出来的拉花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市面上主流的这些钢嘴 这个比较奇葩的 Mota的 这个钢嘴它是往外突出一点点的 它比较适合推浴金箱 不适合做纹路 如果你想做一些精致的 然后线条比较明显的 你就不要用这个Mota 然后还有尖的 你看这个很尖 这个嘴非常非常尖 尖的这个很适合做细的压纹纹路 因为它这个嘴比较尖 你流出来的这个牛奶的奶泡 它就会更加的精细一些 还有宽嘴的 像这个就是稍微宽嘴一点的 这个是尖的 你看对比一下就能对比出来吗 宽的和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种宽的它就适合推浴金箱 然后粗线条 这种尖的它就适合做这种细线条 细致的线条 当然它也适合推浴金箱 但是它的奶泡的溢出量 没有它的奶泡的溢出量多 就比如我用同样的牛奶和奶泡 我在做同样动作的时候 它们出来的花形是完全不一样的 溢出来的奶泡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奇葩的 这好像是没嘴 有那么一堆堆 这个是宜家的 对这是宜家买的 然后这种它其实就更适合家庭用 你如果不拉花 那用它完全没问题 它也可以打奶泡 当然它也是可以做拉花的 但它不好看 设计的蛮丑的 然后还有这个 EaterCrew的 因为它是比较专业性的拉花钢 而且还不便宜 好几百块钱一个 但是它是有设计感的 包括的钢嘴 其实都是做了很多实验 研究过很多次才做出来拉花钢 我见到有很多咖啡师在用 包括还有一些大比赛的 才会用拉花钢 OK 基本上钢嘴它就分窄的宽的 然后还有一些尖的 还有这种鹤嘴的 那它不同的钢嘴 其实它做出来的拉花的 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要看你们喜欢哪一种 还要看具体你们用到的用途 你是自己在家里边用 还是在门店出品用 或者是你要去打咖啡比赛用 它用途都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我再讨论一下材质 材质是我觉得不要选塑料的 就是你在打奶泡的时候 就是它随着温度的升温 你手是感知不到的 就是你不知道它牛奶到底多烫 还是要选这种不锈钢的 在打防奶泡的时候 你就第一时间感应到 哇 它牛奶的温度已经上来了 那上来了之后 就需要立马关掉 丝带不要选 导热性很差 还有铜的也不要选 铜的导热性太好 铜的它比不锈钢的导热性要好得多 所以说你如果用铜的去打防奶泡的时候 你会觉得到60度的时候它极烫 但是不锈钢的到60度的时候 你感觉还OK的 所以说目前市面上 这种拉滑钢的材质还是以不锈钢的为主 这是有原因的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钢霸 拉滑钢的把手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评价 因为每个人的手型不一样 有的手小 有的手大 每个人在握钢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握法 那通常就是握钢的姿势有这么几种 你们演示一下 最传统的是这样来握的 我在最开始入行的前两年 我一直都是这样握的 我觉得这样握是比较传统中规中矩的 后来因为我去打比赛 我改成这样来握 加钢 加钢有一种优势 就是你能够更容易的去控制一些 奶泡的溢出量 包括甩的力度 均匀度 会更好 当然我还见到过有这样握的 握到的支点是拉滑钢的头部 视力就不平衡了 当然我有见过这样握的 这样握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也是视力不平衡 也有这样握的 更奇葩 最好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握法 还有加着握 这种握法都是比较标准的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但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握法 做出来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其实是拉滑的技巧 后边我再讲 为什么要用加缸的方式来握 后边我讲拉滑的时候 我再讲吧 因为今天最主要是我们讲这个拉滑缸 所以说拉滑缸的缸霸的话 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握缸姿势 以及每个人的手型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OK 基本上这四个问题 你们考虑一下 你看就是你们在选拉滑缸的时候 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 看哪些是适合你的 或者是你的需求点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看我节目的人 肯定不全是咖啡师 大部分都是一些爱好者 他不是从事咖啡行业的 有一小部分是咖啡师 还有一小部分是开咖啡店的 所以说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不是咖啡师 你是爱好者自己在家里面做咖啡 我建议你买稍微小一点的拉滑缸 不要买太大的 买这种450毫升的500毫升的 这样的拉滑缸在家里边 你做咖啡的时候 因为可能一天就做一杯或者是两杯 省牛奶一些 如果在店里面 你就需要用稍微大一点拉滑缸了 就比如600毫升和700毫升的 因为可能你每次有客人点单 会点两杯的 那你两杯可以一起做 有点三杯的 可以用这个三杯一起做 如果你是咖啡师 咖啡师的要求就比较苛刻了 容量也要选 拉滑缸缸嘴也要选 材质也要选 把手也要选 所以说咖啡师我不好说 但是我个人 我那个时候我用的话 我用起来这种把手的 我是蛮喜欢这种把手的 这个Ada Crude 其实这个把手设计里也OK 但是它稍微有点宽了 但是我手大还OK 如果是女生手小的 可能握着就这边的空隙就比较大一些 但是我比较喜欢它的容量 和这个嘴 它这个嘴型和容量真的 我觉得做很多这个拉花图形都能够满足 我可以做线条型的 可以做郁金箱型的 包括小树叶的 复杂的其实都OK 然后另外就是它这个设计 其实还蛮潮的 OK今天讲了这么多 希望就是我分享这些东西 能够帮助到你们 就是这些都是我从业到现在 用我的一些拉花缸 希望这些能够帮助到你们 你们在选拉花缸的时候 就可以有参考信参照信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给我们发自信弹幕留言 然后可以关注我们一下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好不好 Cheers 好 我最后再分享一下这个 我自己平时经常用的 因为我自己平时用的话呢 我会分开它的功能性啊 如果我打奶泡我会用它 这个 如果打奶泡我就用它 但是我不用它拉花 如果拉花的话我会用 这个和这个 这个和这个 就是打完奶泡之后 我直接把这个奶泡倒进来 我会用它们去做拉花 当然有的时候我懒的话 我就可以用它 打完奶泡直接拉花 不用当钢 因为它的这个容量非常好 就是打完奶泡直接摇一摇 咔咔咔咔咔咔 敲几下 就直接奶泡融合的时候 就可以做拉花了 当然以前我在咖啡店工作的时候 我会用它 打一满钢奶泡分成好多杯 就比如客人点了 三杯咔咔咔 两杯拿铁 那我就可以用它 咔咔咔咔咔 奶泡分多一些 拿铁 不来外 奶泡分少一些 这是在店里面用的 我只在澳洲见到过 有人用这个钢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这几个拉花钢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可以弹幕 可以发一些弹幕啊 或者留言